那焦点来关注立法院昨天正式开议了 总统赖清德在昨天晚间呢 是在福华饭店来宴请民进党的立委 以及执政团队 他不仅鼓励民进党团要更加努力 他也提醒自家人呢 要注意蓝白未来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 新的会期挑战会更加的严峻 总统等一下跟委员聊什么 满脸笑意看起来心情不错 总统赖清德在立法院开议第一天晚上 召集民进党立委们以及行政团队 到福华饭店餐序为新会期揭开序幕 总统对于立法院的所有议事运作 他非常的有经验也非常的关心 总统提到新会期绝对是一个 挑战更严峻的一个阶段 民进党立委吴四耀说 赖清德过去承认立法院党团干市长 对朝野攻防战很有心得 他不仅在会中鼓励民进党团 要更兢兢业业 也提出他对蓝白未来走向的看法 总统也说他观察到蓝白的合作 绝对是越来越紧 蓝白和是密不通风 那民进党就要随时严正以待 赖清德认为新的会期中 国民党和民众党依然会持续合作 其实就在开议当天 五党籍立委高金宿美就在人事优势下 将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与前瞻计划第五期特别预算案 退回程序委员会 一旦蓝白继续联手阻挡预算 对执政的民进党来说会是一大挑战 而除了朝野意识攻防外 来自中国的黑手也是民进党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的这个长臂管辖的这个效应下 我们作为为民意说话的五一战队 民进党团绝对要战战经济 蓝白先前早已犯话磨刀户惑对准民进党 如今立法院正式开议 民进党也做好准备严正以待 朝野之间飘出浓浓严销位 接下来接下来战轩台北上的党